昨天中午大約12點 在國道3號北上179點8公里處 有遊覽車停在路間 疑似後車輪冒煙 隨即陷入火害 根據了解 這台車是載著來自台南 要前往桃園比賽的足球隊的師生和家長 一共32人 還有他們上車之後 聞到煙味是立刻和駕駛反應 及時逃生 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國道路間上一台遊覽車 車尾濃煙狂窜 消防人員貨爆忙著撲滅火勢 就怕車輛燜燒 敲破好幾處車窗 避免延燒 一旁路間站著一大群國中生 看著剛剛坐的遊覽車 突然騎貨 押緊口罩全都傻眼 遊覽車車上一共32名乘客 身穿藍色上衣的 都是來自台南後甲國中足球隊學生 當時他們和家長 教練 一行人從台南北上 要到桃園參加足球比賽 不料車開到一半 卻突然出現一樣 車上就有小朋友 就聞到有異味 就是有東西燃燒的味道 所以我們就趕快去找 味道是從哪邊出來 一開始以為是那個 行動電源那個燒起來 結果後來才發現是 那個他的座墊底下燒起來 然後後來發現 車子外面在冒煙 一開始原本是說 沒有要逃生 結果後來發現 火燒車意外就發生在二十五號中午十二點多 國道三號一百七十九點八公里處 台中龍井路段 三十二名師生家長 從台南北上桃園參賽 卻遇到了火燒車驚魂 好在只是有驚無限 後來遊覽車公司也派遣車輛 把他們順利送到桃園 學生回想過程難免心有餘悸 但好在沒有人因此受傷 下午繼續練球 傍晚能夠如期參賽 事發的遊覽車燒到保險桿都掉了 車尾一片較黑 拖吊車出動 將他移植到台中殺戮的空地 交由火吊科人員 釐清起火原因 記者高於劉建宜 王小華 SNG小組 台中桃園 綜合報導